小美 你快来 发现什么 地理古庙 回到家做了三天噩梦的一次探险之旅 位于丰都鬼城的阴阳洞 树井下的地下古庙存在古石人偶 身披五彩绘 光照会流汗 背后有暗格 他们究竟鉴于何时 受到相关部门邀请实拍人偶细节 我们决定再次进洞获取资料 这一次又会经历什么呢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 施家倩天跟鱼龙洞的洞口 这时候呢 三点跳正在开这个铁门啊 上次咱们进入那个古栽之后啊 进入了它地道 发现地下神像 地下古庙 从里面迂回呢 我们发现它是通往了这边的月亮洞 这次呢 我们决定直接进入这个古栽啊 去查看那个神像周围是否有文献记载 先锋已经做好了下降线洞 现在咱们开始安全下降 已经来到了古栽之下 栽门就在这里 先锋已经拨好了线好吗 我们马上上车 上来了 看到这个寨子呢 有一道木门 旁边还有精美的壁画 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 走进来呢 有一个玄关 玄关的设计 这是我们开箭先锋小扎猛 这里好像还有一个脱淡天王 脱淡向天王 爆炸没来 我叫你一声 你敢答应吗 好圆啊 你敢爱着的 就在这里 玉龙洞在了 是当时李永焕 当地的一个附身修建的 我们现在来到了他的前室 这个前室呢 差不多是263个平方 可以看到这边有许许多多亮望口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队友都在干嘛 上一次来的时候 这个枇杷没成熟 这一次这个枇杷已经过季了 震撼吗 看 咱们在这里发现了一眼布老泉 这种呢 它是吸水石 我们把这里面的清理干净之后 把水全部咬光 它在半个小时之后 它又会把这个水恢复到之前的水位 这种餐体做布老泉是最合适的 现在我准备好了开箭工具 我们准备进去进行开箭 这里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树井 据说这个地下谷庙就在这个下面 我们现在投石温路 我去 还挺深的 做了一个安全保护站 现在向着这个深井出发 沿路要排险了 会有很多碎石 里面的后堂 它中间几乎全被这个树井的面积给占着 所以当年这个上面的衡量 应该是非常巨大的 建立保护站 我们继续下降 历经70米的悬空下降 已经来到了这个树井的底部 下面是一个大斜坡 在这边还发现了有以前探险的人 或者是李永焕的下属 在这里坐的有神梯 看起来年代非常久远了 在这里还发现了一个 奇怪的铁器 这个大家 能认得是什么吗 会不会是标标标呢 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现在看起来已经秀极斑斑了 完全失去了它原有的光彩 可以看到 这是有铁片 采用这个顺时针往上的 铸造的方式 做的无缝钢管 现在小杂蒙也下来了 我们准备进入弟弟古庙 感觉有点杀不住了 卧槽 咱们在这个斜坡上面 发现了一些绳帽结构件 这个应该是以前的弟弟古庙 它的建造零件 这边也有一些 现在队友他们都在逐个向下前进 沉积的河沙 做的一条小道 现在活们一马当天 直接飞下来 可以看到这边 这个洞道挺平的 什么东西 手门绳 哇 头 它有头了 没看到 手门绳 它不是正好在这个洞口吗 看来这个地下 你看这个服饰 好精美 这看起来像唐朝的那种服饰 对对对 据述这个地方最早就可以 据述到长朝 这上面全是用朱砂做的彩绘 五盏头纹削面 有可能 所以它才把自己的头给捧在了手里 会不会这样一种寓意呢 有可能是这样的寓意 看着太奇妙了 在地下150米的地方 竟然有这种东西 这明显是放木偶的台子 但是上面放了一个木头 这种叫供案 有可能 哇 这个捏缝好高 可能有上百米高 还有吗 还有吗 这就比较玄幻的 你看 真的是五盏头纹削面 这个会不会是刚才那个没有头的木耳的头 有可能 你看 这个纹削面它削了一半去了 看这个精美的服饰 还要拿着这个潮牌 可以明显看出 这个木雕塑的形象呢 应该是潮中的纹饰 做得栩栩如生 哇 看看这边 香精了 牛精了 看一下这边 走 我继续看看这边 这个光太漂亮了 刚刚小扎蒙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细节 这个木偶居然会流汗 而且是金色的汗珠 那么这个我分析 应该是由于这个洞里面 肥重力水沉积到这个木偶的表面 然后浸出了里面 彩绘的珠砂 从而形成了这种金色的汗珠 所以说并不是什么灵异事件 大家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 我们从它身上 这个非常精美的浮雕图案来看 这符合典型的唐代木偶制造技术 有点像唐三彩 很像很像 不过唐三彩是陶瓷 这个是采用的木雕 看这个木偶的身后 它是做的有一个抽屉 这个是用来干嘛的 但是里面看起来应该是空空如也 没有东西 我们看一下那一尊木偶有没有 这边同样的是这种建造工艺 做的有这样一个壁坎 它为什么要将背后掏空呢 这个大家知道吗 这一次我们经过仔细的分析 终于得知了它这个木偶建造的年代 看来这个玉龙洞中的地下古庙始建于唐代时期 但是由于这个洞中潮湿呢 这件木偶已经看不出来它当年精美的景象了 这时候呢我们继续向洞道深处前进 看一下这条洞究竟能向哪里 这个洞道两边做的有些石台子 可以看到地上泛着很多的硝土啊 这些石台子上面曾经应该是放着许许多多的木 地上已经泛出了很多白色的硝层 诶 这边出现了夯土层 哦 这是一个独立的气势 可以看到这上面有那个拍板啊 将这个土给拍紧的痕迹 那么这个风土下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啊 这个不得而知啊 我们上去看一下 哦 对 这果然就是一个夯土堆 可以看到在我脚下踩的这些土质都非常的松软 因为它没有雨水的进湿啊 所以这个夯土层并没有那么紧实 但是出于对洞窃保护我们不去翻动它 我们现在原动返回 撤出玉浓洞 因为在下面确实是发现了这个地下古庙 以及唐代人物的东西 这时候上升的是火门 那本期视频我们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